如果你有100万左右想买一辆豪华轿车 那目前市场可供选择的车型并不多 但是你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它 全新一代奔驰SG 我记得前年这代SG刚刚发布的时候 网上充满了对它造型的争议 那争议点主要集中在它的前大灯上 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大灯有点小 丢失了以往SG的那种大气 但是如果说你有机会靠近实车的话 观赏一下 你会发现其实这台车通过各种曲面和线条的搭配 那么它的大灯并不会显得违和 关键是它内部的科技感相当的强 这些蓝色小块的装饰 上面是奔驰最新的数字大灯 它可以规避对象的车辆和行人 谎不到他们 最重要是它还可以投影 做出一些图案和形状 甚至说可以放电影 但是国内法律法规的一些限制 目前还做不到 所以它比上一代的几颗多光速 造成效果要更加的明亮 同时这台车 它的尺寸也是相当的大的 车长整体上是超过了5米3 轴距也是超过了2.3米 但是你第一眼看过去并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巨大臃肿的车 奔驰很好的把这些曲面和线条进行搭配之后 尤其你从侧面看你会发现它非常的秀气和优雅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销售数据 在今年的1到6月份 这一代S级它一共卖出去12,550台 那么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呢 它比A8L和宝马7系加起来的数据还要多 消费者其实是用资金白银做出了选择 而不是说大家在网上的讨论 除了刚才我讲到的侧面线条非常的优雅之外 有两个细节点给大家来讲一下 首先是它的轮毂 这个轮毂样式是一个AMG的样式 尺寸非常的大 达到了20英寸 轮胎是一个25540R20的轮胎 那么这个轮胎搭配非常运动化轮毂 足以把整个新S的气场撑得非常的强大 同时也是让年轻人觉得非常运动的一个细节点 第二点就是它隐藏式门把手 你会发现这代的S级采用了很多新能源电动车用的隐藏式门把手 那么好处是看着更加的豪华精致 而且跑起来风阻系数更低 关键是你看 如果说你要关门的话 第一关门的声音非常的好听 有那种大忌的机械感 另外就是它四门都是电锡的 这个也符合它百万豪车的定位 来到车尾两个非常醒目的三角形尾灯 那么灯枪内部是非常漂亮的这种立体灯柱 点亮之后达到了一种璀璨夺目的效果 我也没有夸张 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来看实车的话 观察一下 欣赏一下 你会发现奔驰在车尾尾灯里边的成本和头灯一样都是相当高的 另外一点就是它车尾采用的是双边共四处的排气 货真驾驶 这跟现在很多车型采用的假排气 外面扣一个装身罩是截然不同的 这个也是它百万身份的一个体现 如果说外观造型还有争议的话 那么坐进车内 我相信所有的讨论都会夹然而止 喷着都会闭嘴了 因为奔驰最擅长的就是做了一种顶级奢华的内饰和坐舱了 那么你会发现除了它的实木真皮 而且还有非常好的科技感 在我们前方是一个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 这个可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10万20万的国产车不太一样 它有一个裸眼3D的效果 看上去相当的深邃有立体感 那么这一块是一个12.8英寸的OLED的大屏幕 记住了是OLED 它的色彩解析度 还原度 分辨率 比普通的液晶瓶要好很多 所以你看它这个红是真的红 绿是真的绿 所以这个看上去非常的鲜艳 而且震动反馈 操作起来的这种响应速度都是顶级的 除此之外 你看它的空间出风口 采用的也是这种富有金属感的设计 同时你在这里面可以通过射体眼镜来调节它的风量 另外就是它的座椅了 顶级的真皮 再加热 带通风 带各种各样的按摩功能 同时还有航空头枕 以及奔驰最近这两年非常拿手 非常擅长的这种动态的氛围灯 很多年前大家都说奔驰的车内车厢像夜店 如果说你有机会感受一下新S级的氛围灯的话 你会发现它除了这种年轻的动感之外 它还加入了一些科技氛围 比如说它在开启支持你循环的时候 如果说右侧有车快速捷径 它这边的灯会变成闪烁的红色 从而来提醒你 警示你 这点上也是科技的进步 既然是S级 后排一定是重中之重 这台四驾车它是一个四座的布局 所以它的豪华感会更加的强烈一些 我点一下这个小按键 你会发现它马上就会把我的后排变成一个航空座椅 变成一个头等舱 你看前排的副驾会以一个非常极限的姿态往前走 而且我的座椅也会往前来舒展 所以这个时候会让你有一个在飞机上坐头等舱的感觉 由于我们这台是一个四座车型 它后面集成了很多的功能 除了我们前面能看到的两个屏幕之外 中间这块会更加的丰富 第一个就是它的后排的小PiD 你把它打开之后 这个PiD可以调节车辆很多的功能和设置 再往前 它是一个非常像我们看到跳水台的一个手机无线充电面板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 这个设计有一点过于突兀了 打开中央扶手 你会发现下面有两个可以折叠的小座板 偶尔用餐也好 或者临时办公也好 都是非常应景的 这个跟我们在飞机上见到的这种桌板 是相当一样的 收起来之后再往前里会发现 它有两个冷暖杯座 可以吹冷风 也可以进行加热 所以这个功能并不是某款500万以内的SUV 才配备的 奔驰其实老早就想到了 动力方面 目前全新代SG 它提供两种动力规格 分别是2.5T6缸和我们现在驾驶的3.0T6缸 可能有的朋友会担心说会不会出现动力不足的现象 放心 根本不会 2.5T车型 它的动力轻松突破了300马力 我们现在驾驶的3.0T车型 它的动力甚至高达了435匹马力 520牛米的一个表现 匹配9T变种项 百公里加速是5.2秒的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这个数据听得有点像 没错 它的数据是跟上一代奔驰S500完全一致的 那么6缸车型就可以达到8缸的一个数据 为什么还要油耗更高 成本更高的一个8缸车型 除了情怀 其实真的没有任何的一个价值了 目前来说 这代S级给我的感受就是 它不仅适合在后排坐 而且更适合在前排开 我们之前都说开宝马坐奔驰 但是你会发现 现在的奔驰它越来越适合驾驶的 之前老款S级 这种呼呼悠悠开船的感觉 在这一代S级上完全的消失了 它的转向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柔和 而且车身根据性不错 同时底盘的高级感非常的棒 对于地面细碎的过滤非常的好 你几乎感觉不到一些这种起伏 而且就是说 它在这种低速转弯的时候 整个车身的侧倾控制的是相当相当的不错 这一点很惊艳 就是说当你在做一些红利动转弯 或者说低速转弯的时候 你后排的老板几乎感觉不到 这辆车的一个侧倾 那么对于后排尊贵的乘客的这种享受 是一个非常顶级的 明白就是说这台车还有一个更牛掰的功能 它有一个后轮随动转向 那么在低速的时候 它的后轮会朝相反的方向转弯 那么从而减小你的一个转弯半径 那么当你速度超过60公里每耳时的时候 它又会帮你朝相同的方向进行转弯 从而提升你高速转弯的稳定性 怎么样 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呢 这代车型最厉害的一点 我觉得是由于有了48V轻混的一个加持 它的油耗是直线下降的 之前3.0L车型的油耗大部分是在13到14升左右 那么这一代SG经过媒体的实测 它的百公里油耗是在9升左右 怎么样不可思议吧 所以这代SG它不仅更快了 而且更加的环保和更加的经济 另外它有了更好看的屏幕和更加强大的自动驾车辅助 那理论上这套系统它可以达到一个223级的自动驾车辅助 如果说你具备百万级这个购买实力的话 全新的SG仍然是这个级别当之无愧的首选